平安大侠,安良安国义,冒着风险到折天山,结果一切进展顺利,大寨主上然威,果然同情达理,连个笨都没打,就把摸折天杜谦给释放了。 而且呢,向平安大侠保证,三天之内做出明确答复,这事情本来很好,没想到半道出差了,就在平安大侠和摸折天杜谦刚要离开房间的时候,院里一阵打乱。 三寨主,赖皮僧保渊,怒气冲冲,闯进书房,把门就给堵上了,撒走! 安国义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但是,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说什么呢? 用眼睛盯着上燃威,单说总侠大寨主上燃威,一看,心里不高兴。 谁说老三呢,你要干什么? 我说出去的话,就是命令。 别忘了,家有千口,主是一人,我是一家之主,你干什么粗博的红脸,傲傲是教的,你敢当面质问我,这不叫一小翻唱吗? 还有点山规没有? 但没说吗? 上燃威这个人比较厚道,心里这么想,脸上呢,多少有点不自然。 可是没发火,他很平静。 哦,老三呢,你坐下。 有些事儿啊,我想告诉你,这位你认识吗? 这是平安寨的,老爷子安良安归,这是咱山上的好朋友。 先见见,我认得,不用见,扒了他的皮,我认得他的骨头。 您听,这话里头,充满了火药味,就不是想往好处谈。 大寨主一听,就你走没。 继续老三,你太不像话了。 你这冲谁啊? 是冲我? 是冲着四老爷子。 但是他还没发火。 三弟啊,认识就好。 方才老爷子啊,跟我说清了,也是为咱们遮天山好。 我们跟水不良山,井水不犯河水。 他走他的阳关道,残过咱的独木桥。 是不是吗? 所以,梁山的人,我答应给他放了。 他呢,也没杀咱的人,也不欠咱们什么情。 不过是一场误会,也是嗨了就完了。 我想这么做,宋江还得感谢咱们。 至于其他的事儿嘛,等老爷子走了之后, 咱们弟兄慢慢商议。 你看好吗? 大哥! 别说了!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想讨好水不良山。 你想给宋江打溜须,是不是? 别看你嘴里说,井水不犯河水。 你怕宋江,你怕水不良山的人, 把咱遮天山给吞定了。 我大哥,你这叫多余啊。 我们遮天山一万来避凶,兵强马撞。 遮天山固若金汤, 连朝廷都不怕, 还怕那些毛贼草寇不成吗? 话又说回来了。 摸着天渡谦, 识谦, 咱们没得罪咱们。 夜叹遮天山, 简直是无理之机。 他眼里可以有你吗? 有我们弟兄吗? 没有。 就从这一点, 起码, 宋江得代表水不良山, 向咱们赔礼认罪。 连这一点都没有。 就凭这老头一嘚巴, 您就把人给放了。 从我这说, 通不过。 其他的篇幅债主哥们弟兄, 也不会同意。 不大哥, 人不能放。 不但杜谦不能放。 就这老头, 也不能放他走。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是水不良山的奸细, 他跑着来卧底来了, 他要挑拨离间你我弟兄的感情, 像这种人最艳险毒辣, 怎么能放他走呢? 哥哥, 一听我说的, 有道理吗? 老三, 话不能这么说。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千错万错, 我担着。 有什么事情, 以后再伤。 老爷吧, 对不起, 我们老三脾气暴躁, 但是他呢, 有嘴无心, 心肠很热的, 老人家对不起啊, 您别挑礼, 来着呢, 护送他们二位, 离开遮天山。 手下的楼兵头目, 看了看大寨主, 瞅瞅三寨主, 没感动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三寨主, 这赖匹僧保元呢, 兴无烈火, 不是人脾气。 那把他得罪了, 小命就保不住了。 不行不行。 哪着的保元把桌子一拍, 我看你们哪个敢送? 就这一嗓子不要紧。 大寨主上人的意, 实在忍不住了。 大寨主用手一指, 老三呢, 你要干什么? 难道说, 我说话是放屁吗? 我的命令就不好使用吗? 大哥, 话不能这么说。 不错, 你是一家之主, 你说话好使, 但分什么事? 对遮天山的弟兄, 有意的就好使, 有害的就不好使。 我发现大哥你, 胳膊手往外轨, 吊炮往李砸呀。 我哥, 你可不能这么干啊, 你想出卖遮天山的弟兄不成吗? 上人为一瓶脑袋都热了, 老三呢, 你敢污蔑我, 你敢屏撞我, 你要造反不成。 上人为人无可人, 尤其当着平安大侠的面, 当着摸着天杜谦的面, 实在有点下不来台阶了。 翘起来, 啊啪! 给赖匹僧保元来个嘴巴, 这嘴巴嚣得还真香, 离多远都能听见。 保元没想到, 毕凶机场, 这么多年了, 要说口角的时候, 咬, 两个人争吵, 也有, 超出两句就过去了, 说伸手打他, 没有, 他能吃这套吗? 打着他俩眼冒火呀, 他把腮帮的一吻, 好, 好啊, 大哥, 行行行, 小弟跟着你安前马后九年了, 没想到换来的是一个组, 嘴巴, 行行行, 你打得好, 来来, 解气不, 往这边再打一个, 你拿刀把我杀了, 好吧, 大哥, 你是我祖宗, 你跟我祖宗, 行吗? 两个人这一争吵不要紧, 二债主司马良, 四债主金毛狮子前飞龙, 从外边也进来了, 赶紧给劝开了, 大哥, 大哥, 你消消气, 三哥, 您您您也消消气, 三弟, 你消消气, 你, 你这都叫人笑话, 好家, 赖批僧可不敢, 捂着腮帮子, 翻小肠, 嗷嗷直叫唤他, 说什么也没完, 中心点, 就是不能放平安大侠, 和摸着天杜欠, 老二冷笑一声, 老三嘛, 你先消消气, 听我说, 听二哥就行吗, 二哥, 听您的, 我不言语了, 司马良来到上燃为尽全, 压逼了声音, 大哥, 不是小弟责怪您, 您不对, 不管老三怎么想的, 怎么说的, 他是为咱车天山好, 为哥哥您好, 您当着外人的面打他, 你想他也是不惑之年的人了, 那也是有身份的人, 将来要得怎么见人呢, 大哥, 您太错了, 再者一说, 老三说的不是不对, 您不能放人了, 您要把他们一放, 那么遮天山, 就显得实在是软弱无能了, 谁还瞧得起咱们呢, 我奉劝大哥, 采取铁腕措施, 把安国义也扣在这儿, 看宋江能如之河, 看水不凉山能怎样对待, 我大哥, 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威信啊, 也只有这样, 咱们弟兄才能称霸武林啊, 大哥呀, 您可别挫打了主意, 金毛狮子前飞龙也过来, 冷笑一声, 大哥, 如果您实在胆小, 那您就放人, 我也听出来了, 您是惧怕水不凉山的人, 惧怕江南失老, 这又何必呢, 是不是呢, 宁服猪肝, 不服井绳啊, 您是一家之主, 您做了决定, 我们当属下的, 怎敢伟谬啊, 大哥, 您看着办吧, 这小子更缺德, 阴阳怪气, 冷嘲热讽, 上人得是左右为难啊, 正在这时候, 杀人的郑兄, 铁掌踏山熊路郎, 领着仨哥们弟兄进来了, 后边请跟着, 杨顺, 陆青, 王怀亮, 再看着路郎, 跟眉毛的大狗熊一样, 来到上燃为尽前, 大哥, 你看赵克苦来着, 为了我, 你们弟兄之间发生了不误, 我要早知这样, 我不来, 我要知道大哥胆小怕事, 你请我我也不来, 咱把话说清楚, 我来, 主要冲着赖批僧保援, 我们的交情之后, 大哥, 方才大伙说的话, 我听着不无道理啊, 当然, 我不是你们折天山的人, 我是局外人, 我觉得您应当采取铁腕措施, 这话是千真万确, 江南石老有什么可怕的, 老糟头子了, 走一步掉一块, 风有其名, 乌有其实, 你要把江南石老给打定, 再把水不凉山的人给制服, 大哥, 那你就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好汉, 谁不仰的头看你呢, 郭大哥, 话又说回来呢, 您真要胆小怕事, 那您就把我交出去, 好不好, 把我交给他们, 一定要脑袋, 你还能讨好江南石老, 水不凉山的人还感谢你, 你看这有多好, 别说了, 上燃围一听, 了不得了, 要开锅, 闹了半天, 这帮小子是穿通机器, 来对付我呀, 另外说上燃围怎么这么想呢, 有一定的道理, 想的对不对, 还真对, 闹了半天, 平安大侠这一上山, 上燃围把他请到书房一个别谈话, 这帮人就预感到形势不妙, 这边谈着话, 那边开着会, 这个会就是赖批僧宝元和司马良两个人着急的, 闹了半天, 折天山并非铁板一块, 大带主上燃围有点软弱, 这个软弱的援眼不是他没能耐, 遇上大事, 他有点优柔寡断, 另外这个人比较厚道, 这厚道就很难领兵, 也许这话我说的不对, 因此呢, 这手底下的人, 就议论纷纷, 各怀疑心, 二寨主有一帮人, 三寨主也有一帮人, 都是铁哥们, 表面上都是一家人, 实质上分帮论派, 都想建自己的山头, 都想揽圈啊, 在老二和老三呢, 这一生一到, 配合默契, 现在他俩是一条斩线的, 假如说上燃围要倒了台, 他俩就平分秋色, 是不是就生了一格, 至于下一步他俩怎么争权, 那是他俩的事, 因此他们召开了会议, 说什么呢, 说大哥太软弱, 如果大哥做出对不起遮天山的事, 我们一律反对, 谁也不准妥协, 当然他召集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呢, 能有七八十位偏富债主, 就做出决定来了, 然后他们起身来到书房, 要怎么说话口径都一致呢, 再说上燃围, 尽管是一把手, 尽管是总侠大债主当家人, 也得众人捧他才行, 要众人都拆他就拆, 他也玩不转, 上燃围尽管心里都有气, 一看眼前这形势, 预感到不妙, 真要自己强命着, 非散帘子不可, 众人的矛头就得对准自己, 换句话说, 这大债主也做不成了, 背不住还有性命之忧, 因此在关键的时候, 他又软下来了, 这, 二债主司马良一看差不多了, 老三嘛, 大哥不说旁的了, 你也不准再说别的, 无论如何那是三哥, 咱得拥护咱大哥, 怪是怪, 就这安良安国义, 他冷不定跑到咱山上, 漂泊离间呢, 我老三啊, 各位, 不能让这老糟头子跑了, 俩家伙, 把他拿下, 平安大侠一看, 完了, 非打不可了, 老头冷笑一声, 哈哈哈哈, 我各位, 别说, 我并非是怕你们, 我是冲着大债主, 我们平日有交情, 所以呢, 我才到这儿讲道理, 如果众位不答应, 讲说不起, 咱们就得武力解决, 武力狭窄, 咱到院里都不, 到院里, 到院里, 都到了院里了, 上然被坐那儿没动, 心里跟开国一样, 你说怎么办, 说谁, 说弟兄弟兄不听, 说安国义, 也没法说, 自己许诺的, 到时候不能实现, 还有什么脸跟你说话呀, 他坐的屋里是干着急呀, 但是说在院里头, 老家可甩掉外衣, 探地往, 摁崩荒, 拽出金贝砍山刀, 把门户封严了, 往那儿一站, 摸着天杜仙, 把小片刀也准备好了, 在旁边掩护, 再看人家对面, 六七十号, 各拿刀枪, 头一个铁掌踏山雄陆朗, 陆朗说了, 我三哥, 二哥, 各位, 祸是我惹的, 马蜂窝是我懂的, 我的梦我自己冤, 凡是上山来的, 就是我的仇敌, 众位, 你们关笔料阵, 把这老刀头子交给我了, 这铁掌踏山雄, 不仅长法出众, 膳食一对特殊的病人, 叫短霸, 牛头都, 那个说什么叫短霸牛头都, 你听这名了, 就能想象出病人的样子, 是一对, 重八十四斤, 长三尺三, 前面是个牛头, 带着鸡酒, 这鸡酒, 赠名刷量啊, 既可以当枪尖扎人, 又可以裸边的兵器, 这一对往左右一分, 这家块头也大, 跟眉毛大狗熊差不多少, 喊吧喊吧, 来到平安大侠进前, 把牛头都往一块一碰, 安国义啊, 认识我吗, 认识爷吗, 想当年 你们十个人错在一块 欺负我爹 把我爹逼得走投无路 老人家抹了脖子了 你们找了个借口 说不是我们杀的 他自己死的 是不假 我爹为什么死 还不是被你们逼的吗 你们要树立 因个意 把我爹活活的逼死 害得我家孤儿寡母 我娘伤心过度 不出二年也死了 我那人还小啊 我姑姑把我养大成人 现在我学会满身的武艺 我时时刻刻 想给我爹报仇 你们江南十老 挨个的都是我眼中之钉 肉中之侧 我头一个拿周同开的刀 老皮肤占了个便宜 没在家 那小兔崽子叫什么周天亮 也没在家 要是在家 我就一勺会了 还有你安良安国义 还有你们江南十老 那八个兔崽子 我挨个手势 我绝不留情啊 你还甜脸跑到遮天山来了 这就叫 天堂有路 而不走地狱无门 自来逃 用不着旁人对付你 我路朗足矣 老皮肤 马鸣来 说着话 首先发招 轮着航便打 那家分领那么足 一两贯一尽呢 老头不敢拿刀碰他的兵器 知道他是一员猛将 上部闪身 刀一压他的短霸 牛头躺 紧跟着刀往里顺 叫博草巡舍 刹一刀就到了 可哪想到 这路朗并非等先之位 心说老皮肤 你这点招能对付得了我吗 今天尊死在我的手下